石进周这孩子是在大牢里受了惊吓 见到陌生人才会如此 有十二奶奶在 他们倒不如出去 嘱咐好锦绣好好地照应测试里的石进周 荣华和薛明锐到套间里说话 进了门 荣华将十二奶奶现在的情形说了一遍 看样子应当是听信了别人的闲言碎语 所以才会如此 现在侯爷将孩子从刑部要了回来 以后外面也不会再有人说侯爷想要利用妇孺立功 侯爷的案子也就能安心地审下去 只要能顺利地审结了案子 替朝廷排忧解难 薛明锐的孤臣才能就这样地做下去 薛明锐脸色仍旧是阴沉 荣华更要再权威 清亮的声音已经到 我已经让人将车夫换成了给我赶车的徐大 徐大有几把子力气 一直跟在我的身边 有什么事也知道应变 以后但凡你出去都让徐大跟着 另外 跟车的婆子你也换几个持重的 出去的时候多带几个 我还吩咐管事的多搬几个家人跟车 没想到薛明锐会这样处置 荣华有些惊讶 这次也不怪车夫 突然冒出个人来 任谁都会慌张的 再说 横眼在外面 身边自然要跟最堪用的了 妾身出去的时候不多 这种事又不会总遇到 荣华抬起头来 对上薛明锐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她包包的嘴唇一抿 没有半点笑意 美房婆子虽都有定制 也不是不能更改 若是你不好去说 我去知会祖母 荣华心中一颤 即便是有人说我利用妇容 不过就是在皇上的面上获罪 以后还有机会再转还 她秀丽的眉毛皱起来 仔细地看向荣华 其实我就只有一个 荣华的鼻子不由得一酸 垂下头来 忽然觉得腰间一紧 整个人被抱着 坐在薛明锐怀里 我看看你的伤 修长的手指 碰向她的手肘 冰袋里的冰块 已经融化了许多 哪里能浮这么长时间 薛明锐伸手 将冰袋解下来 冰袋落在她掌心里 她整个人 似乎一下子暖起来 狼肿开了药剂 师静粥紧紧地抓着师二奶奶 生怕她会走掉似的 这样是好事 至少知道依赖亲人 荣华走上前 让丫鬟将干净的衣物 和准备好的吃食都拿上来 看看师静粥 然后转头看二奶奶 狼肿刚才嘱咐了 孔氏要多养些日子 免得日后腊了病根 一会儿二奶奶给静粥换了衣物 看看有没有什么伤处 狼肿还等在外面 师二奶奶感谢荣华的周响 却也不知道该怎样言语 想给荣华行大礼 师静粥又拉得她紧 只好行了半礼 荣华道 二奶奶不可再这样 师二奶奶道 孩子被吓坏了 等过几日养好了 一定让她来给侯爷夫人磕头 荣华出去 等师二奶奶给师静粥换了衣物 知道孩子身上没有什么外伤 二奶奶又哄着师静粥 吃了些吃食 荣华正要说 安排马车将二人送回师家的事 苏长久进来道 师家二爷跪在府门外 说是要向侯爷夫人请罪 荣华刚要主夫人将师二爷扶起来 二奶奶急忙道 他这个人呢倔强 心里有愧 一定要如此 就算是拦也拦不住 少分就让他这样吧 荣华吩咐苏长久 一定要让二爷起身 二爷不肯一遍说 难不成要让侯爷亲自去说 苏长久去请了师二爷起身 师二爷还是尽负 再三地扣写薛明锐 师家跟来了马车 荣华将师二奶奶和师静粥送上车 师二奶奶试着让师静粥给荣华磕头 没想到躲在师二奶奶身后的师静粥 真的会切生生地走出来 在荣华面前跪下 规规矩矩地磕了个头 安亲王府 安亲王爷听下属道 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当是下面人孝敬给王爷的 就 就入了库 安亲王爷顺手将手里的茶碗 正在那人的脸上怒道 都是一群废物 那么多的银子 却连问也不问一声 那人被泼了一脸的水 哆嗦地道 也 也 不一定就是 再说数额也对不上 安亲王爷道 庄子上都茶遍了没有 那人顿时愣住 半声 才结结巴巴地道 还没有 安亲王爷眼前一黑 急欲晕倒 快去茶 那人这才爬起来 退下去 带人走了 安亲王妃脸色苍白地 从后面出来 王爷 到底是不是 安亲王爷 早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昨日查出一笔 今日又查出一笔 若是这样下去 恐怕 安亲王妃整个人一颤 也不一定就是 王爷先不要惊慌 安亲王爷早已经 瘫坐在椅子上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害我 我就知道 说着 猛然看向王妃 无论怎么样 明日里去薛家 一定要想尽办法 毕竟这案子 交到了薛明锐的手里 不管事情 到底是不是 他想的那样 都要拉上薛家 这样才有机会脱罪 薛明儿太太在屋里 听任妈妈说起今天的危险 不由地冷笑一声 我当时受了什么伤 不过是转了一下手臂 去捡了这样的便宜 施加回去之后 一定会念她的恩情 就是外面人 也会当她是个宽宏大量 心地善良的 任妈妈又说起车夫的事 处置得的确重了一些 连跟车的婆子 都受了牵连 而且是侯爷亲自 吩咐处处置的 薛二太太看了任妈妈一眼 所以说 她是个虚情假意的 好事都由她来做 坏事还以侯爷 在前面顶着 她和任司小姐 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 她是个表里不一的 任司小姐虽然任性 却性子直率 将来做了我家的媳妇 也好管束 任妈妈点头称是 薛二太太想起 那赶车的 自是二门管事的 孙婆子的亲戚 冷笑一声 这些事不用我们来管 自然有人不肯罢休 一会有人来找我求情 你就说 薛二太太与任妈妈说完话 转身进了内室 薛崇义正在书房里看书 心情极稳舒畅 二太太上前道 听说明日 安亲王妃要来做客 薛崇义放下书本 有些诧异 安亲王妃 二太太目光闪说 安亲王柿子年纪刚好 会不会是要 安亲王柿子 将来那也是郡王 薛崇义 哼了二太太一眼 你没听过一句话呀 落驾的凤凰不如鸡 二太太笑着点头 我也只是问问 说着就顿了顿 也是不巧 明日里 我正好要去 常宁伯府上 荣华在屋子里做针线 宝蓝色的长衫 用新学来的针线 绣内衬的衣角 红玉凑过来看 针线平实 薛夫人的针线 是越来越好了 锦绣从外面进来 荣华正和春瑶 说厨房的事 以后钟馈上的事 要多教我一些 说着就想起 她唯一一次 下厨做出来的东西 钟馈一应事宜 叫野嬷嬷都教过 她也用心挤了 各种饭食 不论怎么做 一张口就能说得清清楚楚 却到了亲手做的时候 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春瑶有些诧异 少夫人已经学得很好了 家里的点心 哪个不是少夫人出的点子 荣华笑笑 要空我也去厨房做做 反正薛明瑞喜欢甜食 锦绣等红玉退下去 这才到荣华的耳边道 孙婆子去找了老夫人说话 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大好 我让婆子去打听了 孙婆子抱怨说 老夫人不插手 少夫人屋里的事 荣华点点头 你下去找苏长久家的 让她跟苏长久说 给车夫孙成 在外府安排个差事 孙成没有答错 不必要就赶出府去 春瑶将小厨房做的典型 和前些日做好的蜜饯 滚了一层糖霜端了上来 放在内室的桌子上 荣华和锦绣说完话 亲手铺了床 薛明瑞从书房里出来 荣华看看春瑶锦绣 两个人带着屋子里的丫鬟 都推了下去 看荣华线宝似的说 那两盘点心 不时的还用眼角 偷偷地看她两眼 是怕她愚怒未消 来宽解她 心里想着 本来微微松开的眉头 又皱起来 拿起公文在一旁看 不一会儿 她果然凑上来 侯爷还没有处理完工事 薛明瑞眼睛不抬 哼 这难得的机会 很多时候 都是在祖母和母亲房里吃饭 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今天她又少有的主动 荣华听她清亮的声音 嗡了一下 再看那裹着糖霜的点心 刚做出来的时候好吃 过一会儿味道就不大好了 摇摇嘴唇 干脆将盘子端了来 伸手拿起一块儿 放到她嘴边 喝一尝尝 荣华的眼睛比往日要明亮 薛明瑞逐渐地了解她的小心思 这有些人 越是要胀胆 眼睛才越亮 不过是为她吃一块点心 却又下这样大的决心 虽然刚接受公布的案子 要看得公文不少 可是 到了嘴边的 她又不能不吃 她抬起头 咬了一口点心 接着看公文 荣华不由得有些惊讶 手里拿着半个点心 又不能放下 侧头看向薛明瑞 她清朗得眉眼 从来都是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让人一看 就知道是规矩大的人 平日的脸上也没有笑容 不怒自威 荣华想了又想 薛明瑞大概是急着要处理公事 又不好拒绝她 所以才会应付的吃一口 荣华刚要起身说 不打扰薛明瑞看公文 自己去做针线 不料 薛明瑞抬起头 又要点心 荣华的 我还以为 侯爷不喜欢 不吃了 这么不吃 糖霜入口即化 杏仁心脾的甜 让丫鬟打些水来 吃完了点心就要梳洗 荣华心中有疑惑 低头看了那公文一眼 密密麻麻的小子 均是枯燥的字眼 大概是要精神一下吧 荣华让木槿将水打来 伺候薛明瑞洗了 木槿将水端下去 荣华看看桌子上的灯 刚要去捡灯花 整个人忽然就被人抱了起来 侯爷 荣华不禁惊呼了一声 灯光下俏丽的脸颊上 带着抹羞涩 娇艳的光泽 如同裹着糖霜 让人心圆一马 薛明瑞 她的心不由得一跳 虽然身边一直有大丫鬟 外面也总会遇到应酬 她却一直不尽语色 人一旦养成了习惯 就很难更改 在朝堂上不可轻信任何人 任何一种迎合 都有可能别有用意 对待身边人 也就渐渐如此 只要不是自己承认的 很难尽身 渐渐的 福利人都知道她的脾气 除了祖母房里出来的海域 别人也没有胆子 在她身边久留 只有自己的妻子 才是被她承认的 唯一能让她在意的人 她从来未多想过 至少水到渠成 真正到了洞房花竹夜 瞧着她紧皱眉头 害怕的样子 也就半途而废 也许 哪里有些不对头 她还真的翻出书来瞧呢 偷偷摸摸的样子 真是可笑 薛明瑞伸手将荣华头上 固定长发的簪子抽出来 低下头来 与荣华贴着额头 她轻轻浅浅地呼吸 带着花瓣的香气 想起自己那种可笑的行为 她又不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子了 她是五目侯薛明瑞 一举一动 已经能让人望而生味 却还是小心翼翼 整颗心紧绷着 比金鸾垫上面胜还谨慎 惧怕可以克服 只要有胆色 敢作为 喜爱却不一样 发自内心 无法遮掩 她细长的眼睛沉醉迷离 让荣华心跳猛然之间快了许多 今天有些奇怪 不过是一个眼神 就让她发慌 什么时候 她就变得这样脆弱 早上新铺的脆蓝色被褥 被揭开扔在一旁 她想起身穿衣服 却被她抱在怀里 这个样子 不合理数又荒唐 万一被人知道 那可怎么才好 侯爷还有公文没有看完吧 这次公布贪默的案子 一定十分棘手 不然也不会落在薛明锐的头上 贪默的银子 怎么也找不到 薛明锐手指腐过融化的鬓角 第一次面颊粉红 鬓角出了汗 没有银子 无法定案吧 多少银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这样的大案 却半点银子也没有查抄出来 这种案子 越早拒结越好 皇上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不管查没查出来 失眠都已经定了死罪 认谁是失眠上面的人 只要他聪明 都会将银子放在明显的地方 早结案也就少牵连不少的人 这银子怎么也寻不到 那就是做了周密的安排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荣华缩在薛明锐怀里 手脚用不上半点的力气 无论如何 这种事已早不已迟 薛明锐微微一笑 不怕查不出来 关键是查出之后 查出来之后 荣华忽然想到 王爷的府里总没有人敢去查 不管是安亲王 庄亲王 英亲王 都有几处的别愿 薛明锐微微和首 明日安亲王妃 还要来府里 荣华转过身 看薛明锐 侯爷 一不小心 就会掉入别人的圈套 为人所用 安亲王妃来了 也就能知晓大伴了 到时候 我让小子去知会侯爷 不要太辛苦 让小厨房 多炖一些汤 补补身子 你的腰 还没有我一掌宽 荣华红了脸 那是侯爷手大 听着怀里的人 呼吸渐渐平稳 薛明锐也舒展了眉角 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 荣华怎么也不想起身 好像睁眼闭眼之间 天就亮了 木槿进屋 服侍荣华起床 荣华缩在被窝里 让木槿拿一套干净的小衣 木槿笑道 都已经准备好了 荣华低头一看 昨晚扔下来的褥子 也被收走了 荣华尽量地不去 像婆子收褥子似的表情 虽然是新婚 也不能日日就换新床铺 少不得要让人笑话 木槿上前伺候荣华穿小衣 锦绣进来问 上夫人的伤 是不是能服药了 荣华这才想起来 抬起手来看 胳膊上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服上了一层药 这才想起来 朦胧中好像薛明锐 木槿也道 咦 少夫人的伤已经服了药 这丫头嘴快 锦绣先是诧异 转念一想 立即就低头笑了 荣华看了锦绣一眼 快去给我拿那件 身来满地筋的沙山来 锦绣笑着应了 穿好衣服 吃了早饭 荣华去老夫人的屋里请安 老夫人道 你二婶啊 今天要去常宁伯府里 昨天还没听说 二太太要去常宁伯府 这大概是知道 安妻王妃来的消息了 你一会儿 快去常宁伯府 你一会儿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